与凤行究竟捧红了谁 林更新七天涨粉31万 赵丽颖破一直达巅峰 与凤行成为2024开年剧《王实至名归》 在追破千万 是2023年至今唯一一部在追人数破1000万的电视剧 由赵丽颖 林更新主演的古装大剧《与凤行》开播以来 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热度之上 该剧在双平台的力挺之下 成功制霸全网热度榜 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剧集 在非数七档 非独播 三方共赢的情况下 打破记录 实现爆开爆走 不仅如此 剧集在卫视上星后的收视率和口碑也持续走高 从5号开始 平台陆续开启大结局点映之后 沈离和行止的故事真的让人又哭又笑 前一秒大虐 后一秒甜蜜 给所有观众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喜 赵丽颖作为剧中的女主角 她饰演的沈离不仅古装造型经验 更是将角色的内心系演绎的淋漓尽致 果然 你永远可以相信赵姐的古装剧 赵丽颖的演技在这部剧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无论是情感的细腻处理 还是动作戏的精彩呈现 都让观众为之赞叹 从话序中看到赵丽颖还提前三个月禁组练习 从刚开始连枪都拿不动 到后期在剧中呈现的超然打戏场面 真的不得不感叹赵丽颖的敬业 剧播期间 赵丽颖的话题度讨论破译 个人媒体平台的视频播放量超过1500亿 顾得不说 与凤行的有效播出 让赵丽颖的人气和热度 可谓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林更新在剧中饰演男主行指 是世间谨剩的唯一以一位上古神 时隔多年在演古装剧的他 也是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惊喜 剧中他帅气儒雅的古装造型和出色的演技 让神这个角色变得鲜活起来 林更新在剧中展现出了高冷 又带有搞笑元素的行指 与赵丽颖的对手戏更是火花四剑 特别是大结局的生离死别 真的要把人哭晕过去了 这几天热搜上几乎都是林更新 哥这是真的火了 七天涨粉31万不说 前几天用小号开了场直播 一下子引来了数十万网友围观 真真切切火出圈了 果然 有言有演技又有趣的人就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除了主演之外 与凤行中的配角们也是全员上桌 何宇、欣云来等年轻演员在剧中的表现 让人眼前一亮 莫芳和芙蓉君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和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如今与凤行引来大结局 沈黎和行指也终于幸福地在行云小院开启新的生活 有网友说 与凤行本质上是一个是神的故事 在故事的结尾 最后的上古神坠落 天外天何须天渊消失 神的使命终结 从此世间再无神明存在 毫无疑问 与凤行绝对称得上是2024年最火爆 最成功的剧集 与其说是与凤行火了谁 谁又出圈了 不如说是剧组和演员们的相互成就 努力付出终会得到观众认可 对此 你觉得林更新真的火了吗 与凤行这部电视剧到底捧红了谁 从近期的数据来看 我们不难得出答案 林更新和赵丽颖 首先 让我们来看林更新 据报道 她在过去的七天内涨粉了31万 这个数字让人瞠目结舌 也充分证明了与凤行这部剧 对她的影响和吸引力 林更新在剧中的出色表现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了她的实力和魅力 成为了无数粉丝的心宠 而另一位主演赵丽颖更是直接破译 她在剧中的出色演技和形象塑造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不仅仅是国内 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和赞誉 这个数字的突破再次证明了她在演艺圈的地位和影响力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她未来的作品 与凤行的成功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的成功 更是众多演员们的成功 林更新和赵丽颖的出色表现 让这部剧赢得了无数赞誉和好评 也为整个剧组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认可 让我们一起为林更新和赵丽颖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希望他们在演艺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也期待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呈现给我们 谢谢大家 王一博追风者热度破万 从偏见到偏爱 这次她成功了 各位追风家人们 为自己鼓掌一下 追风者热度破万 大家功不可没 能够拿下破万热度的剧 自然是大爆款的热度 这也是猕猴逃在今年头一部破万的剧 难怪如今开心到飞起 甚至连出品方都高呼 火到模糊 不容易 能够从偏见到偏爱 王一博走得比普通演员更要坚信 作为娱乐圈中顶端级的流量 大家对她的要求向来不低 众所周知 王一博作为爱豆转型演员的 自然饱受质疑 偏见这座大山 王一博翻阅了一座又一座 不知道何时 王一博为流量买了单 改观了大家对流量明星的认知 更多的是大家开始逐渐认可王一博 王一博是一位在娱乐圈里风透正进的全能型艺人 说到这个名字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想象她在舞台上炫酷的舞姿 或是在滑板上挥洒自如的身影了呢 别急 这次我们要聊的 是她在演技方面的飞跃 曾经的王一博 被很多人视为流量小声 有人甚至怀疑她的演技 但是 这位不服输的小伙子 他没有被这些标签所束缚 反而把他们当作前进的动力 他在追风哲理的表现 简直是让人眼前一亮 那个呆萌又坚韧的魏若来 又耸又刚 又绿茶又聪明 让无数观众为之宠爱有加 王一博这次出演魏若来 演技的进步受到大家的肯定 就像是他的滑板技巧一样 经过无数次的摔倒和尝试 终于在镜头前展现出了惊艳众人的实力 他的眼神里 有着角色的喜怒哀乐 每一个微妙的表情变化 都让人感受到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现在 提起王一博 人们不再只是想到他的舞蹈和滑板 他的演技也成为了他的一大亮点 这位曾经的流量小声 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实力派演员 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流量和才华 是可以并存的 所以 各位观众朋友们 下次当你们看到王一博的名字时 不妨多给他一些期待 因为他不仅仅是舞台上的王者 更是演技世界里的新星 追风者是王一博演艺道路的分水岭 其实这也是他学习提升演技的一个阶段性的突破 都知道王一博从无名后 跟随成尔导演去了北影学习 去乌镇戏剧节 去拉片 看片学习 才会有了质的飞跃 而追风者是去年年初拍摄的 无疑就是一个阶段性学习成果的展现 不过更多人还是期待依下王一博人鱼的效果 再度合作成尔 加上演技的打磨 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电影不同于电视剧 更注重演技上的拿捏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打破偏见到受到大家认可和偏爱 王一博付出的汗水没有被辜负 都说他是流量的叛徒 都说这是粉圈的自吹自擂 可是看过他饰演的魏弱来 被偏爱不无道理 他说出的话 总会兑现 别说他可以红 确实是有天赋还努力 你拿什么跟人比呢 王一博这次成功了 设置是隐瞒了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我想谈一谈王一博如何用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流量和才华可以共存的问题 他不仅仅是一位颜值担当 更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出色表现 让人眼前一亮 他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演技和深刻的内涵 证明了他的实力不仅仅停留在流量上 而是真正的才华横溢 通过这部作品 他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偏见 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和尊重 在未来 希望大家能更多地关注王一博的表演 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相信他会以更加出色的表现回报观众 成为影视圈中的一颗耀眼之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